花蓮市立幼儿园在17号上午办理了国家防灾日 避难疏散演练 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地震趴下掩护 稳住并抓住左脚等避难掩护动作 训练小朋友们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 可以不慌乱不紧张的态度来面对 9点21分一到演习警铃文文作响 在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们迅速戴上头套 躲到桌下抓稳桌脚完成标准的防灾作业 在警报解除后小朋友们也跟着老师 指令依勋不推步与不跑的原则 依序前往空地集合顺利完成演练 而老师为了加深小朋友们的防灾观念 也在场提起发问 突然地震来了地震来了东西好扬好扬 你要怎么保护好你自己 好我几句选老师帮我找一个 她很专心吗 保护头 我们今天是配合921我们进行了防灾演练 那因为是逢中秋连假 所以我们提早了为孩子进行防灾演练 那其实我们平常的防灾演练都落实在孩子的生活教育中 在平常我们就会常常无预警的有地震演习 防灾演练 那这些课程我们都融入在我们的生活教育中 那老师也会运用趣味性的问答方式让孩子回复 如果当遇到灾害发生的时候 他们要如何的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从小让他们知道 就是在面对灾害时要不惊慌 然后不推不跑不渝的三原则 地震是台湾常见的天然灾害 学会在灾害中保护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花莲市公所近年来积极建构安全城市 并制作防灾小秘诀 希望能分享给更多市民朋友 一起建立正确的防灾技巧 保障自己与家人朋友的生命财财安全 记者 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